重庆卫视 本节目由专业瘦身领先品牌绿瘦与补水面膜 只用魔力鲜严联合冠名播出 分数 他在高峰里起 一定要问我最强劲的对手是谁的话 我觉得肯定会是我的好朋友李雪 因为他给我的感觉 他就是一张超模的脸 他拍出来的片子就是很赞 找到 反正明天还要 我不知道李思佳在想什么东西 我今天心情不好 那天有很多种种的原因 心情就一下子低到谷底了 压力又特别大 心情不好和我比赛有关系吗 年轻小会骄傲吧 我觉得本周最有可能离开中国超模这个梦想体态的 应该是贾珍珍 因为他在这两次挑战当中都没有发挥很好 那他这一周表现挺差的 我自己其实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模特的那种潜力 在我的眼中就是那些超模 他们都应该是很瘦很瘦 然后很高 然后一定有那种很有很独特的一张脸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我其实不太具备那些东西 有时候我会不自信可能就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 然后我喜欢的男孩子也不喜欢我 我的工作也不胜 我经常有时候会就是买一些很便宜的就很简单的衣服 就是在商场里面就是那种很平价的那些衣服 其实呢也不算很贵就四百多块 但我买回家之后我就知道 天哪我怎么会干这么蠢的事情 好想把它退掉 但有时候不可以退吗 我希望我自己是有就是那种可以被别人注视到的 而不是说放在最角落里面 我感觉我今天晚上叫得睡不好 本节目由专业瘦身领先品牌绿瘦 与补水面膜只用磨砺鲜盐联合冠名播出 大 Meat Brit 起床 起床了 ana 您想一起床 这是谁 这是谁这个贴心啊 这是谁坐的 天啊 哇 我们知道 她这是谁捨FS的 谁做的 我喜欢的所有女生在这儿 她是写策略的 她是写策略的 因为她昨晚跟我讲了一句话 《超谋停》我明天给你做早餐吃 第一天进入《超谋之家》的时候 我就已经想给他们做一些早餐 宋小能就比较孤独 没有朋友也能跟我一起玩 因为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 他进过监狱 所以说他们的父母还有孩子 都离得我很远 从全国各地来的人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是一个大集体 在一起的时候 好多人把好多张桌子拼在一起 然后全都坐满在那边吃饭 很开心的 我觉得我应该去做一些早餐 这种小事没必要去告诉大家 突然就听到窗户外面 就是有很奇怪的鼓声 我都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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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太酷了你知道吗 好久没有这样嗨了 全部就冲出去了 来吧 来吧 作为国际著名的公益组织 在英国皇室威廉王子的支持下 一直致力于保护全球 特别是非洲的野生动物 本周超模的学员们 将为TASK公益组织 拍摄时尚宣传照 当时我们就在猜测 是去动物园拍呢 还是把自己化成动物状牛 当我们进到那个拍摄现场的时候 全部都是搭设的一个 整个亚马逊同名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很期待 也很惊喜看到这种场面 太真了 那是真的吗 要跟动物拍照 我希望去跟动物接触 去跟动物拍出很好的片子 学员们早上好 我们非常高兴 今天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隋建博为大家来拍摄 这一次的片子 隋建博呢 现在是整个时尚圈 非常炙手可热的一位摄影师 他不仅合作了David Gandhi 以及设计师Vivian Westwood 还有日线的超模刘文 都有过非常精彩的合作 必须拿出了百分之两百的表现 我才能得到老师的肯定 那么今天我们将接受 威廉王子发来的邀请 为TASK公益组织 拍摄公益时尚大片 我们的最佳时尚大片呢 将会登上TASK的官方网站 这将是你们与世界时尚对话的第一步 女生队呢 你们作为本周挑战赛的赢家 暂时领先 所以你们会获得 比男生队多拍五张的这个优势 其实我蛮期待男生队 可以抓住一切机会来反超你们 时间不多 请马上去做你们的装法 我们之前因为有赢 所以获得了多拍五张的机会 烧五张对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因为我们的实力都很强 我们今天会赢 一次机会和十次机会 他用的照片只有一张 跟动物跟大战的相处 其实对我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家里养了十一只猫 我应该胜券还蛮大的 能不能再集合一点 对 这个边缘不用说得很早 就有一点 对对对 好看好看好看 我已经要融入那种非洲的环境了 啊 客气 一辰她特别适合摘� scoring 那你绝对适合照片 对 bat 因为我朋友就说我 比较野性比较狂野 还是很期待的 你干什么 因为他很赚 超适合这个搭片的 你告诉我你在干什么 你在送给你来吗 你私家 你私家 我是黄自棋 黄自棋 怎么了 胃疼 胃疼 会着凉了吗 应该是着凉了吗 你们胃药 很疼吗 我现在可能就是 没消化好或者怎么样的 我没想到是胃炎犯了 我去给他拿热水 找人给他拿药 一直在身边照顾他 希望这次胃痛不会 对他比赛有影响 打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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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关系很好 他哭的时候我也就 我也不行了 我眼圈已经红了 实在 实在太厉害了 我们要跟好人放弃 你们还有两位 远道而来的特别来宾 这比我所有拍的国际单片 都要累 究竟谁可以继续留在我们的梦想梯台 这一次让我有点失望 中国超模十四进十三争霸赛 正在继续 重庆卫视 重庆卫视 全国五十二个城市 具备超模前置的年轻人 蓄势一代 他们是时尚的弄潮儿 文化的方向标 要走向国际 我是唯一的亮点 没有人可以取代我 我混起的外表 绝对是 鸡鸭子 最高难度的专业考验 更有最权威的明星导师团 保驾护航 中国超模 我的战场 现实与梦想之间 我真的心情非常的糟糕 容易被改变的往往是梦想 我要往下走 走到越后面越好 暗淡与辉煌之间 唯有信念让梦飞翔 我拿到冠军 拼命赚钱 给我妈妈买一个房子 给她一个属于我们两人的家 而模特对我来说 我觉得更像是一个梦想 只有三十位幸运的年轻人 有机会踏上超模的梦想T台 成为在全球观众的注视下 诞生的第一位中国超模 一切努力 只为登上国际一线时尚大摊 服饰与美容RODE 制作技巧 获得PARIS 火石文化经济公司提供的 百万工作合约 我喜欢做模特 我就会一直展示下去 我本身就是Next Top Model 必须要得到冠军 冠军就是我 大乱男 我来了 中国故事天下传奇 重灵 重灵